投資詐騙猖獗 讓警方抓不慎抓 臺中一名休假警察 在超商看到行蹟可疑的男子 發現他竟然是來跟被害人面交的車手 馬上就阻止交易逮人 高雄也有老翁 想領一千四百萬的巨款買黃金 再用黃金請投資群組的成員 來買股票 警方就將計就計 讓老翁用仿真黃金 把集團的成員約出來 成功抓獲 警方趕到臺中南屯區 一處超商就看到白衣男子被壓制在地 原來他是投資詐騙集團的車手 要跟被害人面交收取四十萬 福祉團 休假園警警覺是車手面交套路 上前阻止逮捕車手 全安一詐欺等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 五獨有偶高雄警方十八號在銀行苦券 想領出一千四百萬巨款買黃金 再交給投資群組成員買股票的老翁 警方解釋詐騙集團會用假帳號在投資群組 傳送偽造的獲利資訊騙人投資 等被害人投資後再製造有獲利的假象 獲取被害人信任 藉機騙取大筆錢財 警方將即救濟成功逮捕十九歲車手 還搜出第三級毒品一坨米紙的電子煙蛋 殘渣空殼一顆 警方也提醒民眾 對快速獲利的誘騙投資提高警覺 以免受騙 記者陳煥與陳顯坤台中高雄報導